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给毁了 这样也好 就当是新的开始 彻彻底底 重新开始 那你一定很难过吧 难过的时候 不早就过去了 现在 那就好 就让那些难过的事情彻底过去吧 人生得意 须尽欢 末世金尊 功对月 只要我们过得开心就好 男人又算什么东西呢 你这个离经叛道的丫头 那是因为我有个离经叛道的小姐呀 小姐 你好像真的不对啊 老是抱公子抱公子的 好像抱公子都快把你的心给偷走了 臭丫头 再胡说八道 看我怎么收拾你 看我怎么收拾你 看我好怕呀 不要 她是谁呀 跟你一样啊 但是她能有你这么开心就好了 这都是些什么 这些呀 这些都是我们虎口的家道 笔墨指焰 哦 这黑乎乎的东西能当饭吃吗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我们都是要靠她游走江湖啊 那你不找静平了 当然要找了 不光是要找 而且是越快越好 那你这是 我可不是你们这些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妖精 再说呢 我虽然是什么神仙匾下凡 可我这辈子 我可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在找到瓶子之前 我总得先活下去啊 再说了 在这茫茫人海 我该到哪儿去找静平 我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奇怪的是 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我以前认识的人 可是他们又不是他们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别说你不懂 我也要好好地想一想 我从望秦谷跳下悬崖 为什么会回到这八百年前呢 如果说这南齐前塘郡 会是我找到静平的地方 那我又该去哪里找静平呢 这实在是太复杂了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妖精的思维境界 你呀 还是自己慢慢在这里想吧 所以呀 与其在这里闭门造车的想 不如到街上摆个摊 说不定还能找到些什么线索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凡人 有这么多复杂的事情呢 还是做妖精好 做妖精不用想这些头疼的问题 肚子饿不饿 饿啊 来尝尝 你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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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当了 我看不不着你 上当了你 别跑 我看不及你 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 拉着我在外面闲逛什么 这些胭脂水粉 你可是向来看也不要看的 最近这是怎么了 天天跑到街上来巡视一圈 天天在平和楼闷着又有什么意思 以前还有个丫头陪我说说心里话 现在整天稀落我都来不及呢 哪有啊 小姐这分明是转移视线 醉风之意不在酒 你再乱说 看我不把你这张腿放起来 你来啊 你来啊 你封不起我的嘴啊 我就偏要说 再乱说 老公子现在可是小姐的心上人哪 大胡说八道 臭丫头 小姐 你倒是笑一笑啊 整天这样 郁郁寡欢 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可不要怪别人多想你 是因为受不起感情的伤害 所以才 你知道不是那样的 别瞎说 我哪有瞎说呀 你看 都写在你的脸上了 叔叔 帮忙写封信要多少银子 叔叔不要银子 叔叔只要瓶子 小朋友 你想让我帮你写信给谁呀 给我娘 你娘呢 前阵子我娘生病了 后来爹说娘去了很远的地方 好 叔叔帮你写这封信 来 好了 你想跟你娘说些什么呢 可是 叔叔 我没有银子 没关系 等你以后长大了呢 再给叔叔银子 好吗 嗯 好了你想说什么 娘说我想她 我说呢 这么高兴 原来是看到心上人了 你耍在这里打去我 那个豹公子还真奇怪 不辞而别 却在这里摆摊写字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豹公子这人呢 年轻有志气 不知接来之时 哎 小姐既然我们来了 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走 我自有主张 好好好 吸收 不得 也会儿 你不得 albo 有人 都能ст 彭子 不要扔下我 不要扔下人儿 叫我回家 娘 我要回家 娘 别扔下我 带我回家 写好了吗 我写好了 我已经告诉你娘 说你想她 那你问问娘 她有想我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暖暖 暖暖 你刚才说什么 你叫什么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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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叔叔你怎么了 没什么 有沙子跑进叔叔眼睛里了 叔叔没关系的 暖暖 你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娘说 真的没有了 好 那叔叔先帮你把这封信给娘寄出去 下一次你再有什么话想跟你娘说 叔叔再帮你写 好吗 好吗 来 走吧 叔叔 我娘会回来吗 会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暖暖 我一定会把你跟奶娘救活的 是不是 他拿着 你 可以 你 这个书呆子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真是个鱼木脑的 公子 想写些什么 想请先生做副对子送人 送给何人 陌生人 不知公子要表达何意呢 不期而遇 这 公子你这是 这个题目 只要先生想得到的好对子 通通写下来给我 这有何难 但是用不了这么多银子 只听说鲜银子少的 没听说鲜银子多的 公子可谓前堂第一启人 我只说我应得的 至于其他的 公子又何苦执意应塞于我呢 好 难得公子如此直接了当 恭敬不如从命 请 请 公子尊姓大名啊 在下以木材 在下报人 再加 gegeben product 多的 attered 每次 优先 每次 别 打 每次 每次 都 欲有猿人 不枉我望穿眼孔 得无上道 只要如立定脚跟 似曾相识 雁归来 千呼万唤使出来 有爆枇杷半遮灭 豹公子果然文采不凡 小生我实在佩服佩服 与其说是我对的好 还不如说尹公子出题出的妙 陌生人不期而遇 实在是妙 若是兄台不嫌弃的话 还望有朝一日能与兄台把酒言欢 吟诗作对 原来尹公子喜欢吟诗作对 这又何不可啊 鲍某乐得跟公子一起比划比划 好 一言为定 这月初八 西湖畔乡望楼 木材竟叛兄台嘉音 木材兄言重了 本月初八 西湖畔乡望楼 愿与公子不见不散 这世上没有走不通的路 更没有那过不去的桥啊 真更半夜 在这哭哭啼啼做什么 回房去 老爷 老爷 忠叔已经在那里跪了一天一夜了 滴水未尽 利米未沾 老爷 就你行行好 忠叔可是咱们颜家久代单转的儿子 他要是出点问题 我们快对颜家的列祖列宗啊 好了 从小就被你浇灌坏了 他眼里有这个家吗 有我们这对爹娘吗 你还替他求情 胡闹 忠叔 听娘的 跟你爹认个错啊 得了 不用给我认错 他对不起咱颜家列祖列宗 要认错 跟祖族认错 我没错 你 你 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不能娶清清姑娘 混账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儿女的终身大事 还轮不到你说不 爹 我不爱清清姑娘 我已经和双儿私定终身 这辈子 我不能有福于她 爹 娘 求你成全我们吧 忠叔 别说了 求你别说了 这样你会气着你爹的 爽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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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炎家的列祖列宗啊 你们都在天上瞪大眼睛看一看呐 你们这个好子孙呐 他一声言辞的跟我谈自由的爱情 可他所谓的自由爱情 不过是和烟花流下的妓女 私定终身呐 哈哈哈 你们看一看呐 这 这就是你们的不孝子孙呐 你 你 你给我跪着 老爷 老爷 儿啊 为娘求你了 别再执迷不悟了 难不成你真的要为娘死在你面前吗 老爷儿啊 哎 我说颜中叔在里面磨蹭什么呀 怎么还不出来呀 是不是不敢见我呀 钱小姐 您千万别误会 少爷马上就出来了 小姐 您看这路上鱼龙混杂 要不还是去府里喝杯茶歇歇吧 去去去 赶快找他出来 我还有事找他说呢 马上给您去叫 给我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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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一般人都画出来了 是啊 怎么这样 我都等半天了 是啊 这是仰慕公子大名 特意横穿半个前堂赶过来的 您就帮我画一张吧 是啊 给我们画一张 有万里来的 您就给我们画一个吧 对啊 画一个吧 各位 实在是对不起大家 承蒙大家厚爱 抱人实在是愧不敢当 今天啊 确实是有要紧的事情要办 还请大家多多见谅 这样吧 这里有些现成的字画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自己拿吧 那就谢谢公子了 这是我的 慢点 别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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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 好了 还是打算做一辈子缩头乌龟啊 你找我有事啊 我是你未过门的娘子 找你当然是商量咱们的婚事了 之前的事是我的不对 不过我已经 行了行了行了 你就别说了 真想真情告白 也得找个没人的地儿 过来 我帮你从家里解救出来 你总得谢谢我吧 谢谢啊 这就完了 也不给我点什么好处 那你想要什么 就尽管说呗 这人真没劲 我要开门道去了 谢谢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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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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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人哪 转眼人都没了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走吧 你不是要去看热闹吗 你真要想看 就请回家慢慢看 这天天隔壶相望 泪眼婆娑的 算什么呀 你以为这样就是痴心一片了 真要有那份心 就得有那份担当 走走走 我陪你找他去 你这是干嘛呢 我不去 你怕什么 我跟你撑腰啊 人家都已经请人入目了 你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你 你可别胡说啊 谁胡说啊 全前堂的人都知道了 我可是都问过了 什么 好啊你 原来那天你真去那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可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我看见你了 你 真要是去了的话 怎么不上台 跟人比试比试啊 好歹咱们颜公子的文桃武略 在这南齐县 可是赫赫有名的 总比那个来路不明的 外乡人强吧 看你那熊样我就来气 没劲 清清姑娘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事实啊就是这样的 我这辈子还没听过如此可笑之事 你看我说吧 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我的 可你非要我说 这会儿听完了又拿我当傻子 取笑于我 好好好 暴凶 我不笑 我不笑就是了 我们好好说话 你说 你来自八百年以后 叫什么来着 杭州 其实啊 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反正呢 为了找回我的竞平 我就跳下了望前谷 结果就到这儿来了 其实啊 杭州就是这儿 只不过你们管它叫什么 钱塘 但这儿又不是我所熟悉的杭州 这里是杭州的过去 杭州的历史 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算了 算了 我也说不明白 还是不说这个了 我们喝酒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咱们呢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来 来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怎么了 牧才贤弟 也有不如意的事情 我 是啊 一直都是我在说 说说你嘛 我 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父母双亲 兄弟姐妹 随便说说 父母早亡 无亲无故 家里就我一个人 瞧我这张乌鸦嘴 对不起 我太冒昧了 说到了牧才贤弟的伤心往事 没事 父母过世那年我才七岁 很多事情已经不记得了 人生有那么多不开心的事 能忘就忘了 何必苦苦执着呢 是啊 那咱们说得很高兴的 你在哪里发财啊 不方便啊 我估计啊 肯定是我掉下来的时候 把脑袋摔坏了 怎么竟打听人家的私事呢 你看看我啊 在这个前堂 人生地不熟的 都没有把自己饿死 牧才贤弟一定也有 你自己的发财之道 好 来来来 喝酒 鲍公子 明天起 我帮你去找净瓶吧 那个瓶子啊 大概这么高吧 表面纯白通透 看着看着呢 就觉得它很有灵性 实际上不仅仅是灵性 它还有法力 法力 你这么急着找它 是为了让它做什么 我要用它来拯救 正在受苦受难的杭州百姓 而且非它不可 其实 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那个瓶子 现在是在八百年前 还是八百年后 总之呢 在我跳下来之前 那个瓶子就已经摔碎了 到底瓶子在哪里 我也不清楚 别灰心 既然有人指点你 跳下那忘情谷 我想一定有它的道理 是啊 就算它在这里 可是前堂之大 暴兄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隐说 隐木才虽然没有什么势力 但在这八百年前的前堂 总比你熟悉一点 也比你多一些人脉 找一样东西 应该并不是什么难事 你瞪着我干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你不相信我 还是你怕我抢你的宝贝 当然不是了 不是说 你真的相信我来自八百年后 那倒不是 我只是相信你 只要是你说的 不管什么 我都相信 我真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你会相信我 如果我们两个是兄弟的话 那一定是青铜手足了 来了我敬你 来我们喝酒 那 如果我是女子呢 如果你是个女子 我一定娶你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都老半天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天气这么好 欣赏一下西湖的景色也不错呀 就这啊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你敢 严重说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 优柔寡断 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我真是纳闷那个尹双双 喜欢你什么 我说千青鸡 你别太过 算了 燕中说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我那天去找尹双双 并不代表我喜欢你 我千青鸡要嫁也是嫁 顶天立地的男儿 而绝不是你这样的 你不想娶我 我还不想嫁给你呢 不过呢 这话得我来说 不是你来说 更何况 能让全前堂的人 笑话我输给一个妓女 哎 钱静静 你这话什么意思 哎 哎哎哎哎你慢点 你慢点 你慢点 来来来 木材贤弟 我敬你一杯 原来是那位入木之宾哪 既然碰到了 今天我一定要会一会 清醒姑娘 不管怎么样 都是我亏欠了你 如果要是有些事情 你说出来心里会舒服点的话 终树喜听遵便 哪怕招使天下 终树不会有半年怨言 只是 你以后不要再去找双 尹姑娘的麻烦了 哎 我看这天就要下雨了 我们找地方避一避吧 去哪儿 相望楼 是啊 你不就是喜欢隔岸相望 泪眼婆娑吗 这相望楼啊 正合适你 今天 我就成全了你 我 来 此去之影天上涌 人间能有几回稳啊 快点儿 哦 来了 你看 下雨了 什么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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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干什么呀 下雨了 我太兴奋了 我终于见到下雨了 敬平肯定就在这儿 杭州的百姓有救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听不懂没关系 总之 总之是下雨了 总之我抱人终于见到下雨了 下雨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对你们来说很平常 但是对我来说 你快坐下 人家真要把你当疯子了 暴兄你可真逗 好像没见过下雨似的 你说对了 我还真没见过下雨 我第一次见到下雨 还是掉到这八百年后的那天 不过我刚掉下来雨就停了 但是那一天 我第一次见到了彩虹 哈哈哈哈 二位客官 里边请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谁啊 钱清清 钱姑娘 钱姑娘 你打听她做什么 也没什么 只是她长得很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再说了 到这儿的第一天 就无打无装地遇上了她 所以有些好奇 两位客官吃点什么 有什么好吃的尽管上 不用担心银子 好嘞 客官稍等 母财贤帝 什么 我刚才问你的钱清清 那位钱小姐呀 她可是钱塘的名人 她是我们这儿 大财主钱万财的女儿 从小备受宠爱 所以 所以清清姑娘有那么一点嚣张跋扈 反正我们钱塘上下没人敢招惹她 你是说她嚣张跋扈啊 流言蜚语 何必当真的 你若是真计较起来的话 大庭广众直下一吆喝 不等你回家 这满城就已经传遍了 传就传 我怕什么 怕什么 这不正好证明了人家的话吗 你怎么了 被你害死了 我 我怎么了 你 你说那么大声 不知道隔枪有耳吗 母财贤帝啊 你这可就不像个男人了 大丈夫呢敢说敢当 她嚣张跋扈还不学人说啊 再说了 她是个女孩子 能把你怎么样啊 我 哎呀 你不知道 这个 这个说起来太复杂了 总之遇上就是麻烦 她一个姑娘家 真就这么瞒不讲理 怎么 看你失望的样子 难道你喜欢她 不不不 我对这种嚣张跋扈的女人啊 没什么兴趣 你不知道前些日子 我还莫名其妙地被她的家丁给打了一顿 不过 她跟我的一个旧相识 长得真是十分相似 性格也是有点像 不过小青可没她这么凶 怪不得你那天看见她 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你怎么知道 我 碰巧路过 老远就看见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怎么觉得那个男人有点眼熟呢 应该是哪家的公子吧 一般人哪来得起这相望楼啊 哪家公子 那他怎么总是不敢看我 这前堂里 敢正眼看你的有几个 对对对 就你的双双最好 全前堂的男人啊 看他都敢看自己家媳妇似的 小二上酒 好嘞 穆才贤弟既然有兴致去凑热闹 怎么不见你上台比泪啊 看看热闹罢了 一个风尘女子 终究难登大雅之堂 我与这种女子扯上关系 传出去恐怕遭人口舌 穆才贤弟此言诧异 那位尹姑娘虽出身风尘 却有一种空谷幽蓝的清丽脱俗之感 她的才情更是足以让众多大家闺秀 安然失色呀 宝兄没听说过吗 满腹金轮不如朝中有人 多少人十年寒窗 却终不知何来言如玉哪有黄金箍 又有多少人 是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 不学无术 却可以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所以才心高 不如有个富贵爹 富贵爹 父母出身之事 又怎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 能决定的呀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所以既来职责安之 不求时光不浅 但求此生无憾 是啊 老话一句 今朝有酒今朝醉 喝酒 小二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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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嘛 不求时光不浅 但求此生无憾 此生无憾 此生无憾 一个个都只会说这句话 谁又能真正做到了 你别喝了 你不是想此生无憾吗 跟我来 清清 来 二位公子打扰一下 不介意吧 清清别闹了 走了 别闹了 小青姑娘 你搞错了 我不叫小青 我叫钱清清 我就是那个钱唐俊最刁蛮任性 嚣张跋扎的女人 好像刚才有人替我介绍过了 是不是 你还傻站着干嘛 既来之则安之 想看的话就坐下来慢慢看 这位公子你 颜中书 对 颜中书 那天在望清谷 算了算了 不提了 这个相识不如偶遇 如果二位不介意 就在这坐下喝两杯清酒 你慢用 这位公子上次平和楼的事情 完全是个误会 今天难得碰到 就特地给公子赔个不是 是 来 请 对了 还没有请教二位公子怎么称呼啊 在下报人 他呢叫尹穆才 不过二位看着眼生 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是啊 我出来乍到 所以那天才会无意冒犯了小姐 穆才贤弟啊 可是地道的潜唐人士 是吗 这相望楼 可不是一般人来得起的地方 敢问隐兄府上是 请请 哪有第一次就这问人家的 称何体统 对对对 夫君教育的事 什么夫君 你说什么呢 早晚的事吗 对了 我忘了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未婚夫 好 恭喜 恭喜 这位可是咱们前唐郡最有艳福的人 他可是平和楼的入木之宾 什么艳福啊 清清姑娘就不要取笑我了 如果真有艳福的话 那天被你那么一打 也变成无福消瘦了 哎呀 豹兄啊 你这么说来 可是伤了我们前唐郡很多男人的心呢 你可不知道 那双双小姐 可是全前唐男人的梦中情人哪 虽说是个妓女吧 清清 虽说是个妓女吧 可冰清玉洁得很呢